最近一张网传奢侈品集团 陆威明轩大中华高管电话会议的要点图广为流传 其中一句话很扎心啊 你个人年收入低于300万 家庭年收入低于1000万 在陆威明轩的话语体系里都叫做无收入客户 关于这张图的真假 麦克斯待会儿再说 咱们先别着急着扎心哈 如果按照他的这个理论 中国有多少无收入群体呢 根据2021一财胡润财富报告显示 数据太多不详谈 通俗的总结 14亿中国人里符合陆威明轩集团定位的客户 并有千分之一 所以就算你不在也不用伤心 毕竟你身边还有998个跟你一样的无收入群体 包括麦克斯我都是被剔除的对象 咱们接下来以陆威明轩的儿子路易威登举例 一个价值250人造格的LV在狂什么 以LV在法国的产品价格为基准 该品牌在中国大陆的产品价格 比法国会37% 据路透社的最新数据显示 LV在欧洲和中国的价格差距保持相对不变 平均为41% 而此前为40% 但是根据陆威明轩2020年的年报显示 可以用四个字概括 感谢中国 2020年全球食食品市场重挫31% 中国食食品市场实现了45%的增长 2021年中国食食品市场增速超全球16% 另一方面中国人设置品消费额将近1万亿人民币 依靠三成份额成全球最大的设置品市场 既然中国是LV最大的市场之一 它为什么频频刺激我们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简单 看起来 奢侈品的定位是那些20%的高端人群 放弃了80%的大众消费者 实际上 他们这一招标榜了其奢侈品的地位 从而吸引了众多社会精英和名人的目光 进而成为其忠实的客户 所以我的标题才这么说 LV这一招刺激了多少韭菜的购买力 所以这张图的真假对LV根本不重要 屏幕前的你们买不买对LV很重要 最后再来分享一个有趣的数据 根据奢侈品研究机构2014年的数据分析 购买试食品的人群年龄普遍在25至44岁区间 大学级以上学历占比42% 而且57.5%为男性 52%为单身 这不就是在说我吗 所以别被网图给激将了 这才是奢侈品真实的目标人群